好了 今天我们说的是锦衣之下续集第54集 隐形的爱 离开前的这两天 路易给了他一个难以忘怀的先进般的生活 他们相依相伴 经历了对方想要完成却没有实现的愿望 路易做饭 袁金夏为他打下手 他想要什么 他办案回家时也总会带给他 甚至袁金夏在金钱梳妆时 路易偶尔也会为他描上疾病霉 这些也只是一些小事 可是只要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经历 那便是幸福的事 凌晨树林里的小路上 一条长长的队伍在中间穿行着 丛林中的鸟儿也因为人群的经过 开始变得惊慌起来 四处飞上了天 天还没亮 路易便带着自己的军队出发了 喂 姓路的 咱们这次前往层岗 你连句道别的话都没有告诉金夏 他不会生气吧 谢霄骁骑马在路易身旁 并排前进着 袁金夏的性子他也是了解的 路易这次不仅提前了出发的时间 竟然还不辞而别 若是袁金夏知道了 他在心里还指不定会怎么骂他呢 谢霄说着为他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他就是因为想得开 所以当初才会选择投奔于大勇去上阵杀敌 所以他才不想让乌安邦的事物耽搁了他的逍遥 所以他才一直活得这样无忧无虑 没心没肺 可他不知道的是 路易对袁金夏的感情已经不是他可以理解的了 对袁金夏 路易还是不能做到一生不想的离开 哪怕是念想 他也想留给他几分 清晨 袁金夏醒来 发现身边的人早已没了踪影 他带给他的温度也已经冷了很久 他早就知道 早就知道路易的那次起身离开就是不告而别 而他却还要假睡 故意装作毫不知情 亲眼目送他离开 云金夏将目光看向桌子上的信封 这也许就是路易留给他的念想吧 颤抖的手指完成了从撕开封口到打开信纸的整个动作 里面的字迹清楚地映入他的眼帘 愿若如星轻如月 夜夜流光 香皎洁 今夏 我路易这一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 可唯一有一人 他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担心 今夏 你要好好的 等我回来 望夫人珍重 路易亲笔 到这封信的结束 远金夏的泪珠也落在了这最后一个字上 他又叫了他夫人 可此时的他却能格外地领略这两个字的意义 夫人 您起来用早膳了吧 门外的响声突然间打破了他的思绪 这声音不是层服吗 路易没有带他走 他没有带层服去 那他身边就没有了随身保护他的帮手 想到这儿 严金夏放下手中的纸张快速跑去开门 层服 你怎么没和大人一起去 哦 是这样的 大人让属下和阎峰一同留下来保护夫人 再就是 夫人有什么情况 我们也好第一时间告知大人 这就是路易为他做的 虽然是不辞而别 但他为他做的已经够多了 远金夏心里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只是在他心里默念了一声 大人 曾港 这里的场景与他们上次来也并无异样 将士们排兵排的巡逻着 站岗放哨的士兵也不敢松懈一丝一毫 陆毅 谢霄连同齐将军以来 倒是让于大勇燃起了一丝希望 上次的重救也是他们的功劳 所以这次见到陆毅和谢霄 就从内心对他们产生了一种信任 陆大人 谢将军 齐将军 终于把你们给等来了 于大勇说着就已经出来迎接他们了 两国交战受难于百姓 他们在这儿也已经与敌人消耗一段时间了 这仓库里的粮食也在不断减少 这场战争也必须要尽快结束 陆毅问 实不相瞒啊 陆大人 最近敌人的实力莫名地增强 而且听说大人来了 对方还指名道姓说要与你一战 下的是正式挑战说 我也没有办法 您看 于大勇说 你放心 我们来了 肯定打得他们猝不及防 陆毅还没有说话 谢霄倒是很有自信 不管这场仗能不能打赢 这志气还是不能输的 陆毅看着他 眉头又坐了起来 他明白毛海峰逃回东营后 私下肯定也在操练兵队 他从中边带了多少东西回去 他们谁也不清楚 既然来了 他们得用最快的时间来熟悉这里的情况 更要想尽一切办法 对敌人的优势和弱势了如指掌 陆大人 你说我们可不可以再利用上次的法子 用火药去炸地船 于大勇说 这估计虫师 倒也不是不行 只是敌人如果有所防备了 这样做多少会有些冒险 陆毅说 今日三位大人一路奔波 想必也疲惫了 战略之势咱们明日再一同商议 我最后就安排人先带各位下去歇息 于大勇接着就叫了一个士兵来带他们过去 陆毅看着眼前这个小士兵 也回忆起他们上次见面的样子 翔子 上次见面 他还说自己14岁已经不小了 还口口声声嚷嚷着要学火虫打窝口 几年过去 他竟也长这么高了 大人 请随我来 翔子也对他笑道 显然他也已经认出了陆毅 歇宵这三年也一直在这边看窝 可以说他也见证了翔子的成长 只是陆毅与他多年不见 当年的小兵如今也已经成长为一个男子汉了 刚到这里陆毅的任务繁重 数不定亲的敌情和战报在等着他过目 想要打一场胜战 也得知道这场战该怎么打 晚上桌子上的蜡烛微微跳动 一堆殿宗也被他一侧一侧的翻着 营帐外时不时的传来士兵巡逻的脚步声 但这些却丝毫没有影响陆毅看卷宗的专注神情 稍住休息的时间 他也感觉到胸口前好像有什么东西 让他觉得不自在 他摸了摸胸口 感觉有个东西 拿出来一看 竟是翡翠玉银环 这不是他给袁金夏买的吗 这东西在他身上待了这么长时间 他都没有注意到 那袁金夏又是什么时候 把它挂在他脖子上的呢 陆毅固然回想起 他送他这个时曾说过的话 此物为翡翠玉银环 有辟邪保平安之意 你素来害怕鬼神之说 就算逢凶化吉 遇难成乡 也只是你一番说辞 哦 好吧 大人此番算我这玉佩 我定会日日佩戴在身的 袁金夏说 原来如此 陆毅明白 他是怕他有事 所以才偷偷地将这玉银环 放在他身上 又或者 他走的那天晚上 他其实根本就没有睡着 现在回忆一番 倒是他把袁金夏 想得简单了 陆毅看着手里的东西 独物思人 想起袁金夏 为他戴上玉银环石的不舍 想起他送给他这块玉的意义 又想起 他明明知道他要离开 却又为了不想让他为难 而选择一切 都不知情 金夏 你什么都知道 却还要在我面前 那样小心翼翼 就算你了 家庭了 你从来 有什么都知道 我看得到什么都知道 我这是不懂事 其实什么都知道 但我都知道 你不是怕他 你就是想起ト tenir状态的那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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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